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集說到朝鮮受到文帝的縱容 終於可以暫路頭角 不是暫路頭角 是瘋狂不勞 文帝採用朝鮮向邊境移民政策 積聚糧食 並且派領將領率領部隊抗擊匈奴 這個策略非常有效 終於打敗了匈奴入侵 天下變得太平了很多 另一方面 朝鮮認為諸侯王勢力越來越強大 朝中法令必須重新釐定 於是他不斷寫文章陳述削凡的主張 一共寫了三十篇 非常勤力 亦有才華 漢文帝雖然沒有全部接納 但越來越欣賞這個奇才 在此時太子亦非常喜歡朝鮮 所以引起以援揚為代表的一幫救臣 暗瓦底對他非常妒忌 而且對他想盡辦法 去謀害排斥他 漢文帝死後太子職位 就是漢景帝 景帝拜朝鮮為內使 而朝鮮又屢次上書 展述自己的主張 因為在文帝期間沒有完全實行 景帝都很認同 舊的法令很多都改變了 因為舊的法令改變 一定會影響一些舊勢力的利益 朝中的一些舊臣 包括九卿 都對朝鮮虎視眈眈 當中聖上新陶家心裏非常生氣 很生氣朝鮮 後來他也很不幸 最後在排擠或想推倒朝鮮的行動中 他也失敗了 這個聖上一病不起 終於屈屈而死 朝鮮更加被受景帝所棄中 拜為御氏大夫 位列三公 三公分別有太位、丞相和御氏大夫 御氏大夫在現代的角度 是司法或監察機構的總長 朝鮮沒有辜負景帝的信任 營救為國非常盡力 接連尚書要景帝削減諸侯的土地 這就是朝鮮有名削凡的奏章 他說當年高祖分封諸王的勢力越來越強大 他們的土地加起來 已經佔據國家土地的一半以上 這很誇張 繁和加起來的地更多於中央 如今已有人自此強大 不復朝廷約束 將來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朝鮮舉出吳王留備的例子 說他長期都不上朝 更加傳聞就是 他獅子開銅山駐前 引海水煮鹽 這簡直是大略不露 當然是傳聞 暗地裏準備謀反 要不及時削減部分土地 恐怕將來很難應付 皇帝聽到這些說話一定心動 因為一旦威脅到皇位 就算是謠傳 即刻雷達或防備之心 即刻打開 或即刻開關 景帝亦是一個很有行動力的君主 所以決定付諸行動 景帝首先將削凡的建議 拿到朝廷大臣一起討論 全朝文武百官都不敢有異議 只有一個窦英跳出來和朝廁爭辯 窦英自次是窦太后的侄 有些權力 他很早就看不慣皇上對朝廁的恩寵 所以要和朝廁一爭高低 從此朝廁和窦英結下不解之仇 有一天朝廁在官邸心思削凡計劃 突然報告告朝廁的爸爸來了 朝廁急忙起身相迎 因為都遠來 當時爸爸的父親也很老 站在兒子面前 嘴角好像震震震震震感 好像很激動 如其前已講完 朝廁一見老父從詠村家鄉趕來 知道一定有重大的事情相告 他就扶著父親到座位 讓他靜點 慢慢地說 老父定下心臣就說 皇上剛剛職位 封你做御史大夫 你就應該安分守己 盡忠職責就算了 你還要削貴人的土地 不想得罪人也不行 我在家越想越擔心 你這樣何苦呢 我也特意和你談一談這件事 朝塞見父親越說越驚動 他就回答 父親你說得對 我應該去聽你的意見 不過如果這樣下去 將來國家一定不會安寧 人民一定不會可以安樂地生活 父親就勸不到兒子 一下子腦淚中橫 他就說 你這樣 劉家的天下是會太平 但我們朝家生命難保 兒子 老人家說完之後就起床回家 朝塞安慰了父親就送他走 但他仍然堅持他的看法 能行前 老父就叫兒子三思而後行 就說 我真的不忍心見到災難降臨在我們朝家 回到家後 這位老人家竟然 這位很剛烈的老人家 知道兒子很執著 很為國為民 他竟然復讀自盡 這位老人家的死 會否動搖了朝塞的鋼鐵意志 堅定意志 或者是否真的 這個禍臨到朝塞一家 朝廷表面上支持他 但會否中間發生亂子 發覺真的出了問題 會否拿朝塞作為犧牲品 我們下集再說